陽光沙灘比基尼還有遊客玩衝浪 這是墾丁南灣也是台灣知名度假勝地 往年只要是連續假期 國境之難就是人滿為患 但這一次中秋連假住房率卻不如預期 中秋的時候留在家裡烤肉 那可能會在十月連假才會出來 新住房也在八成左右 那第三天就比較差 屏東墾丁中秋節三天 五星級飯店酒店等住房率最高八成 平均在五成左右 倒是一週之後的四天國慶連假 前兩天的住房率都有九成以上 或有這樣的落差 除了兩個假期離太近 或許也有這些原因 墾丁是比較海灘 有一些野趣 依我的年紀來講好像都沒什麼變化 大概都會固定的飯店 固定的場景 固定的行程 墾丁還滿好玩的 因為我本身喜歡 滿喜歡水域活動的 這些玩水消暑這樣 墾丁較知名的大街 或是沙灘秘境 對到訪過的旅客來說 較沒新鮮感 加上出國潮 團圓烤肉等 或許都是人潮 減少的因素 一天萬人登倒了小榴球 實際上人潮並沒有想像中的多 民宿業者也很有感 中秋假期 住房率只有五到六成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憶